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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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月 这么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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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宝明月镇魂珠 是我曲家的传世之宝 从未识人 只以这套藏宝箱 将它套住才能触碰 也只有用我曲家人的血 才能打开藏宝箱 只以此余盒怎么打开 我也不知道 想当年泰山皇统一冬月 曲家先祖私下将此宝 尽献于圣上 秘密保存于皇宫之中 后来自泰山皇先有以后 又把它归还于曲家 这就成了我曲家的秘密 原来 这就是皇爷爷留下的遗忘 凡人不可 这玉盒上有封印 你不能动 通过 听话 怎么了 这不都是我的了吗 莫说是你 整个曲家也只有为父一人 可碰此盒 你可记得 在你年幼之时曾因顽皮 无意中误碰此宝 而会受了很重的伤 自此 我就将此宝严密封存 以免再次故伤 想起来了吗 不会吧 这东西 有你说得那么邪乎 这孩子 爸 王爷 我给您说实话 自从攀上这件事以后 我是变得心昏意冷 我现在只想保全曲家 上下安稳 从此置身抄取党争之外 王爷 这镇魂珠 他是太子志在必得之物 镇魂珠到底有何审理 能让太子如此执着 皇爷也留下这个宝物 难道是与帝位有关 想必 太子是过分溢死了 这镇魂珠的能力了 不错 这镇魂珠 虽然是当年太上皇亲授 但与帝位绝无关联 皇爷也与有钱 特地把此物留在取家 又不能将坦儿刺婚于我 必定另有深意 难道此物与我有关吗 皇爷爷 父亲 潘儿 潘儿你怎么来了 父亲 您不能把身魂珠交给曲潘儿 我才是曲家的长女 您要传也应该传给我 总之 这宝贝是我的 你们谁也别想抢 潘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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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月 这么脸 你看我干吗 我什么都不知道 明明潘儿以前是碰过她 这宝贝和她 为何现在静 潘儿 闺女 潘儿 我的好闺女 你醒醒 长姐怎么样 没事 她也是曲家的后代 只是被玉和的寒气所上 应该无妨 来人 送太子妃回府 小心小心啊 潘儿 潘儿 轻点 轻点啊 霸王爷 下官告辞了 还望妥善保管枕魂珠啊 岳父大人放心 枕魂珠乃皇爷爷所赐 本王定会妥善处理 那我就放心了 轻点 你想什么呢 我在想 这个镇魂珠的由来 那 震魂珠 不是仙剔刺的吗 难道 你怀疑曲家里有所隐瞒 那倒不会 她都把震魂珠献上了 还有什么好隐瞒的呢 但是本王在想 皇爷爷把震魂珠 带到冬月 一定有所深意 而且 震魂珠 并不像是冬月所有 那你的意思是 本王是觉得 皇爷爷把震魂珠 交给曲江林 一定是为了等待一个 与震魂珠有关系的人出现 你不会怀疑是我吧 怎么可能呢 我又不是冬月国的人 去唐儿是 而且你能触碰那个玉和 可是唐儿小的时候 搞不清楚了 好了好了 不想了 咱们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的震魂珠呢 术下无能 主人 虽然术下是职 没能将震魂珠拿到 可是此次 我们发现了一个 对主人十分有利的秘密 讲 曲唐儿可以碰震魂珠 终于让我找到你的主人了 灭魂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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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理 是 是可杀魂珠 女人 欲快饶 可是 他身边总有墨连城和流泉水的保护 书下吧 哼 我们凭你们两个废物当然不信 去让墨连怀想办法 书下明白 书下明白 厂厂 你说这盒子 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要不 我把唐儿叫出来问问 我就想知道 她小时候到底能不能碰 又好 把曲小姐叫出来 看看她是否知道些 咱们两个不知道的情况 那我叫了啊 晨晨 你一点也不帅 我刚才变了吗 没有啊 你还是你啊 走了 晨晨是个大笨蛋 徐晓唐不是世间第一大美女 我一点都不爱晨晨 这回灭了吧 没有 怎么回事 现在连说谎也不管用了 难道跟这个震魂珠有关 对了 这个震魂珠 我们还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呢 要不然 你们拆开看看 不可 这个震魂珠 还有很多未知的东西 咱们还是谨慎些为命 可是刘天水都说过了 这个珠子 能把我带回我自己原来的世界 不认识 晨晨 你别误会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 太紧了 我是怕你松开 你就会消失不见了 怎么会呢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今生今世 永远都不分开了 对 今生今世 我们永远不分开了 能遇见她 这个震魂珠 还是交给我保管吧 交给你保管 这个盒子 是我曲家的震家是吗 应该由我保管才是 你是怕我偷偷跑掉 对不对 我是担心 这个震魂珠 会引起什么祸落 有我保管 更为安全一些 你说的 也有道理 这个震魂珠 有太多的秘密 我们要不要去找刘千水问的 说不定她知道一些 我们不知道的秘密 嗯 想来就变煎熬 想来就变煎熬 本王为了皇位 做什么事都可以 唯独不能伤害唐儿的性命 哼 事到如今 太子殿下伤她的次数还少吗 再说 殿下不是看不出来 她已心属莫连城 这么一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倒还真亏了你舍不得 你住口 太子殿下息怒 烈命说得有道理 别人的女人 和自己的皇位 孰轻孰重 你应该清楚 这都怪本王 是本王把唐儿逼到摩连城身边 可若不是本王受你们二人捕获 做出那些令唐儿伤心的事情 如今也不会落到如此地步 这都要怪你们 殿下此话诧异 是你让我们帮你谋取皇位 怎么 倒成我们的错了 好 既然如此 从今往后 本王的事情 就不再老奔二位了 要是二位做出什么 伤害唐儿的事情 就休怪本王翻脸无情 刘千水 刘千水 这个老怪物 用着它的时候 就找不着人了 你这个老怪物 你想吓死老娘啊 就你这个胆子 谁能给我吓得了你呀 你小子 看来这身体恢复得不错嘛 前几日 多谢前辈出手相救 你学得对 要不是我出手相救 后果呢是不堪设想啊 老怪物 我有要紧的事跟你说 你哪一次找我不是要紧的事 我得到镇魂珠了 你得到镇魂珠了 你 你能碰镇魂珠 是啊 这细节你就别问了 我这次来是想问你 为什么最近我都没有办法 把镇魂珠换出来 你想什么呢 我在问你话呢 哦 对 可能啊 是跟镇魂珠有关系 他奋强了你的力量 学我了镇魂珠的力量 所以呢 以后要是想让娶她而现身 恐怕是越来越难了 那这可糟了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办法我也没有 你那离婚销我练得怎么样了 我没戴着 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应该时刻戴在身上啊 我也就今天一天没戴 那那我我信你了 不过呢 以后你要是吹不好离婚销的话 我就不愿意再回答你的问题了 我错了还不行吗 我下次我一定好好练 这镇魂珠到底有什么用处 这样 你呀先把离婚销练好 等练得我满意了 然后我再告诉你好不好 好吧 知道了 前辈 本王和谭儿先告辞了 对 后会有期 刘前辈一定隐瞒了什么 镇魂珠的背后 一定没有这么简单 太好了 一百年了 终于等到你跟镇魂珠了 不停 上车 你不容不放我 小心啊 好 духов 快滚 墨连城一人 你们尚且不敌 若我也一同出手 你们二人 今日休暇活命 好你个墨连怀 竟敢坏我们好事 现已打草惊蛇 当速速回兵主任 谢谢 不要误会 我做这些事 不是为了你们连城 他们会找你报复吗 那是我的事 与你合分 塔尔 没事吧 谁 出来吧 难道太子殿下不欢迎我了吗 你们到底想干嘛 当然 是帮太子殿下成就大业了 本王说过 不用你们多管行事 现在 已经由不得你 我看过了 你怎么没想过 我看过了 来 我看你 想要不得你 我看你 我看你 是什么事 是什么事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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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得你 都能不能不得你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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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得你 我看你 救命 回太 大小姐 八王妃来看您了 她来做什么 她来看我的笑话吗 让她走 这 我好心来看看你 你怎么还不领情呢 雨昊 你先下去吧 是 我如今这副模样 还不是拜你所赐 也不是因为娶她了 才能够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既然你已经看过了 那就走吧 你真怎么这样啊 你犯了那么大的错 我好心去求八王爷救你出来 你怎么还不领情 你为何叫我 自己心里清楚 为什么 就因为你是举坛儿唯一的姐姐 如果真是顾念姐妹之情 那镇魂珠怎么会落入你手 就是你死了 这镇魂珠 早晚也是我的 其实我一直有一件事不明白 你为何非要置我于死地 就算你想当冬月的皇后想疯了 可我毕竟也是你的亲妹妹 你当真就这么狠心吗 如果 你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那么我当不当皇后 又如何 这到底是为什么 从小父亲 就只疼爱你一个人 你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跟我 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你到底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是 我是曲家的千金 我什么都有 可是偏偏 是你 抢走了我最想要的东西 莫颖怀 我从小最恨的 就是你这一副 楚楚可怜的样子 好想什么都抢不过 好像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可是偏偏 就是你抢走了他 我却怎么也得不到 就因为这个 你就非要杀了我不可 就因为这个 你有抢怀的爱 又有墨连城的爱 而我呢 我什么也没有 如果不能把你从他心里出去 那么我只有 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可我是你的金妹妹 也是 那你好好休息吧 我再也不会来打扰你 等等 其实 畅颖阁一时 我跟母亲 也不过是被人利用的棋子 真正想要害你的人 既是谁 雨昊 您没事吧 先别乱 快去找凶手 务必 查出真正的资格是谁 谁 我原本 是想递坛儿 召回你们的姐妹之间 没想到 太后娘娘 太后娘娘 老奴有事禀告 你们都下去吧 是 何事 回禀太后娘娘 那娶盼儿回到府中 非但没有收敛 反而变本加厉 差点说出对您不利的话 老奴已经把她给处置了 这个贱人 自寻死路 也怪不得哀家了 是啊 从今往后 太后您就可以安枕无忧了 只要娶坛儿还在世一天 哀家又如何能安枕无忧 不是说你们家主人终于肯见本王 人呢 殿下莫及 主人已经来了 太子殿下 久仰了 你究竟是人事会 太子殿下不用担心 我只是不便清临此处 故事此法 与你商盘合作之事 你的人办事不利 这昏珠已落入墨连城市 本王也束手无策 你既然如此神通广大 为何不亲自出事 太子殿下太后妄自被夺了 如今的念今非昔明 灭明醉魂 是 我 你 如何啊 我虽然不能亲自出事 但不可以将昏迷传给你 想必有的这番本事 太子定下应该没有什么办成的事 想来 墨连城现在已经不是本王的对手了 可是这镇魂珠对本王并没有什么用处 我为何还要宠明 您的魂连来岁路 镇魂珠对我也有意 此人也是对您有意 何况 太子殿下放心 由莫连城保管镇魂珠吗 的确如此 只是之前已经打草惊蛇 现在想来 贸然去抢 定是不多 围巾之计 只有设下圈套 暗中夺去 好 就一定向新华行使 你着急见朕 意欲何为啊 请父皇赎罪 儿臣现在还不能说 要等一个人 何人 太后娘娘驾到 给母后请安 不知母后为何忽然抢来 不是皇上 让哀家到御书房来 说有要事相伤 请父皇太后恕罪 今天 是儿臣假传圣旨 请太后娘娘到此 是你 你假传圣旨 诓骗挨家 你可知罪 说吧 你如此大费周折 意欲何为 儿臣知道 皇祖母一直以来 都对儿臣有常见 误会儿臣针对八弟 虽然朝堂之上和民间百姓 对儿臣都多有议论 可儿臣都不以为意 儿臣实在是承受不了 至亲骨肉之间越来越多的误会 对儿臣 今日为了自证清白 保住我们的兄弟之一和皇室之情 儿臣 恳请父皇废儿臣太子之位 改立八弟 诸葛 立处是何等重要之事 你一个太子说出如此 不负责任的话 滚回去 禁门自顾 皇帝 为何动怒 太子既然有此心意 何不成全了他 不行 母后 储君之位 怎能轻言费力 母后 以后请不必再提此事 太子御前拔刀 这是要造反吗 把剑放下 不负责任 怀儿 儿臣诚心让位 如果父皇不出 儿臣也再无脸面苟活于事 宁愿已死 你 你为什么要苦苦地逼朕呢 皇帝 你又为何执意不从呢 盖丽承尔 岂不皆大欢喜 别说了 承尔他不可能继位的 为何 如果墨连城就是你们太上皇最宠爱的孙子 那么太上皇定理一战 是墨连城 还命以求疑 父皇在离去之前 曾私下里告诉朕 说承尔 说承尔 活不过二十五岁 什么 吴昊 这不可能 昨日朕不希望这件事是真的 但父皇告诉朕的时候 但父皇告诉朕的时候 十分慎重 虽然朕不知道父皇如何预知 但父皇的高深莫测 想比母后比朕还更加清楚 他断不会妄言的 不过 承尔 把钱放下 郑芝芳 朕知道 孩儿的心中一定有很多的委屈 但是 你听着 冬月江山不可平平易主 为长远纪 只能有你担此重任 父皇放心 今日 都是儿臣的错 惹父皇与皇宗母生气 日后 儿臣定当加倍努力 为了冬月 为了八弟 很好 太后 娘 娘 等等 孙儿有钥匙禀告 孙儿有钥匙禀告 事到如尽 哀家这里 已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了 孙儿想到了一个办法 可以保住八弟的性命 你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了 孙儿想到了一个办法 是 是 孙儿 你说什么 难道像我这般爱你 就该学会放弃 让自己卑微的土里 可是爱已成两人的理解 了解彼此才能一回就艰险 用情伤人的话去说 都没想能不能受的回忆 出口之后却更失落 也会更难过 这又是何苦呢 不管到底舍不舍得 舍不舍得爱一生都成恨了 眼泪究竟是为谁啊 谁输谁啊 谁又真的在乎呢 反正都伤了 用情伤人的话去说 都没想能不能受的回忆 出口之后却更失落 谁又真的在乎呢 反正都伤了 反正都伤了 我会想不舍得爱一生都成恨了